感触之类的 而这些东西反映的相关行程正好与杨幂的行程高度相似 比如说杨幂在参与一部好友雷佳英同样参与的电视剧的时候 这个小号发出了一些调侃雷佳英的话 说雷佳英是自己的快乐源泉 但是最近的一条微博又让人对小号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微博中表示此时杨幂在家还吃到了父亲做的饭菜 然而此时杨幂刚结束了上一部戏的拍摄 马不停蹄的又前往了新的剧组 此时的杨幂应该是在新的剧组里 而不应该是在家里 不过有网友表示 另一种可能是杨幂这次剧组可能就在杨幂家的城市 那么此次回家吃饭也是很有可能的 在杨幂爆出与刘凯威离婚之后 这个小号也发了一条微博 回不到原点但勿忘初心 这条微博有人认为是表示自己虽然不能够回到最初 但是不会忘记自己的本心 是说杨幂演戏的 也有人认为这句话是暗示自己对刘凯威的关系的 讲的是自己对于离婚的感受 不管怎么样 还是有一些杨幂的粉丝 相信这个号是杨幂的小号 他们还是会在杨幂生日时 在这个微博对她表示祝福 而更多的人则表示不相信 因为杨幂不是一个会在公众场合晒自己的女儿的人 而这个所谓的小号 就在小糯米开学的时候 发了杨幂的自拍照 并且表示要和女儿一起上学 这就和杨幂的一贯性格不符了 而且这张照片还出自于杨幂的因子 这就更让人迷惑了 不过小编觉得 就算这个小号不是杨幂本人的 但估计也是杨幂的真爱粉了 不然也不会 就算是杨幂的一贯性格不符了